各位 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准时 哇 拍拍手 真的真的好棒好棒 太好了 而且现在我们都是在 都声音是清楚的 对 各位老师们 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位 好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 好 等一下我还是要先弄到社团里去 我还是有点不太知道 他办那个影片 他跟那个普通转进去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转过去 然后他就会跑出来一个 然后我就会不知道到底他会不一样 看到 我看到 在社团你们也可以先把我首页上的转到 我们的首页去 这样子 对 还没看到 我的首页 我的首页有吗 哦 是你的首页 然后社团里面的应该 有看到四个人在观看中 我的各位老师们 我们今天呢 三位 然后 我们今天这个焦虑是plus 可能还有PS厂 如果今天还没有讲完的话 就有PS厂 那之后 今天大家可能发现 我们今天没有大咖 我们的淑珍老师不在 但是呢 他是精神与我们同在的 因为他还会跟另外一位学历老师呢 准备新的一场超精彩的 所以呢 各位千万不要错过 那之后我们还会有教材的分享 那也已经安排了几场 那个包括康轩请了 请了那个 那个Jesse老师啦 然后还有我们还在试着邀请今天新书上市的肖老师 也跟我们分享他的书 所以我们后面还有一连串 然后俄罗斯也安排下去了 德国也安排下去了 各位 我们好多场啊 每个礼拜都在 对 安排这些 所以今天呢 各位我们有非常精彩的这个学生教练呢 还其他场次也 不同国家的其他场次也会继续安排 今天我们的综合开场的plus场 我们先今天先请到 对 三位老师 然后他们准备了非常好的内容来跟我们分享 那第一位我们先请严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那我现在会先关一下我的屏幕了 今天是太热了 我的天啊 我我现在汗流浃背啊 我先 我先 好 我先把屏幕交给那个严老师 来 严老师 来 我先把屏幕交给我们 我先帮你们 给我们 其实我们更大的屏幕交给我们 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外家长代表,我住在瑞典,我叫颜碧莹,大家称我为颜老师,是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是国中的地理老师,搬到瑞典之后,我就想继续成为老师,所以我想成为一个中文老师,我的儿子可以说是我第一个中文学生, 也是唯一固定的一位,那我也教了其他瑞典人中文,所以现在也跟大家一样在中文教学的这一块领域上,我先来介绍一下我居住的地方瑞典,这是一张瑞典的旅游地图,那我们都知道首都市的哥尔摩, 第二大城哥德堡,第三大城玛尔摩,现在有的图还没转过去,图还没转过去吗? 现在是看到封面,看到了,看到了,哦好,那我家不住在瑞典南部人多的地方,而是住在北部的玉米尔,那这个地方离北极圈, 离400公里,离首都还有600公里远,所以这是一个冬天蛮冷的地方,而且冬天也看得到极光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城市,可以说是瑞典北部最大的城市, 人口数有12万人,在全部瑞典排名第11大的一个城市,那现在瑞典的移民也蛮多的,大概 20%的瑞典人都有国外的背景,那在瑞典的话呢,大概除了瑞典人之外,有来自100个国家的人民, 所以大家说的语言也是非常的多样,那来介绍一下,我们家这个台湾瑞典家庭,我们家就三个人,我的先生是瑞典人, 他会讲瑞典语,英语,学过一点点中文,我还记得他学过一点点德语,他是很支持我在家里教孩子学习中文, 那他的教养方式呢,比较像是放养式的教养,尊重孩子的兴趣与选择, 那妈妈我来自台湾,会中文台语,国中之后才学习英语,来到瑞典呢,才开始学习瑞典语, 那我的教养方式跟爸爸就不太一样,比较是属于引导式的虎妈教养, 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引导我的孩子,去尝试去体验各种不同的活动, 那当孩子有这个兴趣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尽到妈妈的责任去督促他, 去帮助他,去引导他,继续的学习,那在中文的学习这方面, 我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我的小孩现在六岁半, 他开始放暑假了,那秋季他就会上小学一年级, 他目前有瑞典语跟中文的听说能力,平常我们在家, 他跟爸爸说瑞典语,跟我的话就是说中文, 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家的话,就是以瑞典语为主,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像有的妈妈提到说, 全家人在一起讲话,先讲一次外语,然后再补上中文, 那对我们来说,我目前还没办法做到这样子, 那儿子他,他会29个瑞典语字母,在过去他上学前班, 那学前班在我们台湾的年段大概就是幼儿园的大班, 那瑞典的话他是属于小学里面,但是又还不是一年级, 所以有人就称他为零年级,就是帮助小孩子在上小学之前熟悉坐在教室里面的环境, 那我先生常常跟我说,我儿子他过去这一年在学前班, 学29个瑞典语字母学了一年,但是他已经会认一些汉字, 也学习注音符号,目前我们使用的教材是学华语开步骤, 里面有一些汉字写的小诗或者是儿歌, 我教他念他也都会认读,所以先生又提醒我说, 我是不是野心太大了,因为他瑞典语的单字还有句子都还不会看, 所以他希望我不要那么对自己那么的紧张,那么的焦虑, 那儿子目前呢,对英文跟台语也蛮有兴趣的, 也渐渐的在开始学习中, 那对于他语言的期望, 我是希望说儿子的瑞典语英语能够达到高中的程度, 但是这个在瑞典应该是很简单的, 那至于中文听说读写都要会, 而且, 听说读写都要会,甚至要能够会应用, 如果照这样子环境来想的话, 就会觉得比较困难, 我应该是要多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的小孩, 那至于其他的语言学习呢,就看缘分吧, 那其实这个也应该蛮容易达到的, 因为在瑞典的学校体制里面, 除了英文是第一外语之外, 从四年级开始就提供了许多第二外语让孩子学习, 那我来谈一下我对于孩子不同阶段语言学习的烦恼跟焦虑, 在孩子刚出生之后, 我就开始想我要怎么样开始教孩子中文, 要怎么样让他培养听说能力, 那尤其是别人的误解跟闲言闲语, 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比如说, 有人就会说, 孩子们同时学这么多的语言, 会不会负担太大, 或者是说, 有人就跟我说, 你都不跟孩子讲瑞典语, 以后他到学校怎么听得懂老师讲的话, 那当我教养我的孩子的时候, 同时呢, 我也在学习瑞典语, 因为在瑞典的一个社会氛围, 一个移民呢, 要算是在瑞典能够找到工作, 会瑞典语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没有一个移民想成为社会的寄生虫, 所以有人就跟我说, 我一天到晚都在跟孩子讲中文, 那我都没有练习到瑞典语, 这样子对我来说, 我真的觉得是蛮伤害的, 因为在我的家庭当中, 就这个语言环境的分析, 就只有我跟我, 才能够跟我打孩子讲中文, 那针对这些问题呢, 我也很需要去找一些答案, 那刚好在我读瑞典语高三程度的时候, 我们需要写一篇瑞典文的小论文, 我就以这个, 我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资料来帮助我了解在海外教孩子母语的一些理论跟学者专家的看法, 那刚好我找到了这一份资料, 他说, Two Languages or More, 双语还是多语, 这个是瑞典一个教育部单位, 教育单位, 专门在管中小学跟成人教育的一个教育单位, 他写这一份指导手册给多语的家庭, 那我有很多的问题, 就在这一本小册子里面得到了解决, 那会后呢我也会, 会后呢我也会把这份资料的link放在我们的脸书上面, 那这份小册子也告诉我们说, 一个孩子的母语要能够持续的使用, 其实是必须要有家庭、学校跟社会的配合, 那在家庭的部分, 这份测试就告诉我说, 我们在家长在家里可以怎么帮孩子来学习母语, 那在社会跟学校的部分, 我觉得瑞典社会对于语言环境是蛮友善的, 因为他们知道多语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文化跟身份认同, 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瑞典现在是一个移民社会, 有很多不同的移民进来, 所以他们就蛮提倡说多语环境的一个重要性, 那在2009年一个新的语言法律, 这个黄色部分标出来的呢, 就是法律内需要保护的语言, 有瑞典语, 还有法定的五个少数族裔的语言, 那其中这个语言法律里面也提到说, 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及发展他的母语, 那在整个瑞典的话, 并没有统计有多少个语言被使用, 那猜测大概有200种语言, 200种母语, 那依照使用人数的多寡, 有瑞典语, 阿拉伯语, 芬兰语, 以前芬兰语排名第二位, 现在已经退到第三位了, 所以我是觉得在瑞典的环境之下, 我来教孩子母语, 其实是蛮友善的, 比如说有一些瑞典人听到, 我们在家里会讲中文, 这些瑞典人其实都蛮羡慕的, 他说这样子孩子都可以免费学习到一种语言, 那也有一些瑞典人说, 他的背景是萨米原住民, 但是因为家里没有这个机会跟环境来讲萨米语, 他就不会讲萨米语, 所以其实瑞典社会跟台湾的社会, 一样有一段时间呢, 讲母语是会被禁止的,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为了鼓励家长, 还有家长教孩子持续学习母语, 因为瑞典的母语教育也是瑞典一个蛮有特色的教育, 那这个母语教育呢, 从学前班就开始提供, 一直到小学中学, 过去我听说, 从幼儿园就开始提供这个母语教育, 可惜最近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 所以一直延后才提供这个母语教育, 那通常只要在一个地方县市的一个单位, 一个郡的单位, 只要有五个人以上申请, 那个地方的教育局呢, 就可以提供这个母语教育,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那它对于法定的少数族裔语言呢, 是说每一周可以提供两个小时, 那其他的母语的话就每一周呢, 提供一个小时, 不过这个都需要家长自己去申请, 如果家长没有申请的话, 小孩子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瑞典所提供的一个母语教育, 那右下角这张照片呢, 是我儿子的幼儿园, 他要求我们不同有语言背景的家长, 来提供不同的语言, 那我们就写个很简单的欢迎来到VN, 因为他要写Welcome这样子一个字句, 那这个又是幼儿园的另外一个活动, 那个时候我儿子他三岁, 他从幼儿园呢, 带了一个箱子回来, 一个旅行箱回来, 上面老师贴了不同国家的国旗, 那老师就说, 我们带一个布偶回家, 我们写下他这个礼拜跟着孩子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把它写在日记里面,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让他带回去的箱子, 那箱子里面, 我给他带的是我们一起看的一本中文书, 还有一个红包袋, 还有他听的音乐, 那幼儿园老师呢, 也非常的热忱, 他告诉我说, 我们从家里带一块中文的CD来给其他的孩子听, 让他们熟悉不同国家语言的音调跟这个声音, 所以我会觉得在整个瑞典社会对于人们使用母语是非常友善的, 而且呢, 他们也鼓励我们在家里能够就要教孩子母语, 那即使是这样,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焦虑, 我遇到的, 比如说要先学拼音, 包括诸音符号, 汉语拼音, 还是要先学汉字, 那我们是学繁体字, 那讲到学, 讲到拼音的话, 在海外又多一个选择是汉语拼音, 还是要诸音符号, 那后来我是给孩子学习诸音符号, 就有妈妈, 就有中国大陆的妈妈跟我说, 她并没有特别教孩子汉语拼音, 那因为我们在瑞典是拼音语言的国家, 孩子们学习汉语拼音真的是非常的快速, 只要只有几个符号稍微交易一下就好, 那孩子就会了,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之前遇过的问题就是, 那几岁开始学习汉字拼音跟注音符号呢, 那这些我大概都已经解决了, 对, 那目前因为小孩子要上小学一年级了, 我又发现了其他的新的问题, 比如说是要使用一语教材呢, 还是二语教材, 在海外妈妈的社团, 大家好像比较倾向使用一语教材, 不仅要把国语课本练习到, 连习作啊、自修啊、测验券, 也要一起带到国外让孩子学习, 那甚至有的家长还提到, 是不是要带数学课本啊跟生活课本, 回到海外来继续教孩子学习,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听到华语老师似乎比较倾向用二语教材来教孩子, 那这个等一下就要请老师们来帮我们解释, 那我的孩子听跟说在培养当中, 但我需要他能够持续的读写的能力, 所以很需要读写能力培养的方法, 那其实在我也体验到, 我跟孩子, 我教孩子学习中文, 他有时候会抗拒, 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家长跟孩子如何持续的中文母语的学习, 又不会伤害亲子的感情, 这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 所以在妈妈的心态平衡方面, 我会觉得不要和别人做比较, 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每个家庭的状况, 时间, 经历也都不一样, 对我而言, 只要每天有学习, 每天还是都有一些进度, 我觉得这就已经是足够的, 那此外呢, 我也收集到其他家长, 对于海外交子女母语的一些烦恼, 焦虑跟痛点, 比如说有家长说, 他学了诸音符号之后就不想学汉字了, 那怎么办, 那也听到很多家长说, 他的孩子们之间是不说中文的, 甚至我去一个中文学校观课, 那中文学校的孩子大部分是华一或是混学, 那当他们下课之后呢, 他们也不说中文, 他们是以草居地的语言来互相沟通,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教导孩子, 那对孩子来说, 孩子也很忙, 没有时间学习中文, 像我的孩子, 他每天在学校待的时间很久, 那回家之后, 吃个饭, 洗个澡, 看个电视, 要去睡觉, 所以其实我也是要抓紧时间来教孩子中文, 那有的家长说, 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孩子中文, 以及在海外如何建立母语的环境, 这些都是很多爸爸妈妈遇到的问题, 那如果家有租队友, 那可能是更具有杀伤力, 我也曾经听过, 有住在瑞典的妈妈说, 他的先生, 不赞成孩子学习中文, 所以他的孩子长大了, 现在也变成了一种遗憾, 那对我来讲, 最终孩子们在海外学习中文, 真的是考验家长的毅力跟意志力, 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学习, 吸取别人的经验, 不要被这个现实的环境给打败了, 我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 嗨嗨, 刚才忘了打开我的声音, 所以这个其实今天那个, 严老师也是提到, 特别多的这些困扰, 然后我想那个, 跟上次我们日本厂所讲的情况, 会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上次,不是日本厂说错了,是那个我们的过来人厂,两位老师他们家里,两位老师他们家里父母都是台湾背景,所以他们在这个在家里说坚持只说中文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少一点困扰,应该说在他们家里他们可以 坚持说父母之间说中文,孩子之间也说中文,因为他们不是混血的状况,那所以严老师刚才提到这些情况应该是在特别是异国婚姻的家庭里面会遇到更大的一个困扰点,所以有机会我们也会再请其他的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其他的 妈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我们先,等一下,下面有老师有问题,所以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第一个是 学历老师,学历老师要搬交情一下,就是学历老师也是地理系毕业的,好,他曾经也是国中地理老师,好,那我们先下一个问题吧,就是严老师的是几岁开始学汉字,是先学朱英才学汉字吗? 然后,你小孩子会抗拒说中文,这个问题是指严老师家吗?严老师,你们家里孩子有抗拒说中文吗? 我孩子并没有抗拒说中文,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懒得跟我讲中文,那也可能是因为他找不到那个字,所以他不晓得怎么说中文 因为上次我听了就是几场老师的分享,抗拒说中文的,我听到几个原因,一来就是像刚才严老师说的这个,他没有那个词汇 对,但他不是,这种情况上他可能不是抗拒,但是有一些是大环境的,像说贝老师说他孩子一出去跟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让妈妈跟他说中文 那有一些是说,好像是那个在,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瑞典是相对比较友善的,而且老师们也会让孩子带自己母语相关的东西去学校分享 那可是有一些地方我看到是有在瑞士的,他们包括连邻居都来插手指责那个妈妈不让妈妈跟孩子说中文 那以在这样子的环境,就像妈妈会得到的,会感受到的那种闲言闲语,或是那种大环境的那个,叫做压力,我相信小孩子也有 那像在日本,上次日本厂的老师也提到了,在日本厂他们对于你不要说是小孩子或大人,就是你在街头上讲了一种不是日语的发音的东西,马上就会引来侧目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下,可能孩子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抗拒性 然后有一些抗拒我觉得,也有时妈妈自己提到说,他们孩子的抗拒是有时候他逼太过了,逼得太过了 就是我自己这个机场听下来的一个,那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在线在线上或者是其他的老师有这样的经验分享 为什么孩子会抗拒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杨老师,你freeze了,还在吗? 在 在 OK 那个老肖问说,你孩子现在是先学注音还是才学汉字的吗? 是几岁开始学汉字 她大概四岁左右开始学汉字,她是先学汉字 主要是跟着有一个儿童杂志刚好介绍的汉字 所以就顺着那个进度就持续的教下去 所以我们是先学汉字再学注音 我发现我孩子比较喜欢汉字 因为像现在汉字跟注音同时学习 她又直接认那个汉字 她对于还要拼音比较不喜欢 其实我在这边补充一下 我觉得因为真的 其实拼音或注音的逻辑比汉字难很多 因为他们是需要一些所谓 以注音来讲 它是需要一个那种切运的一个概念 去把那个字母 然后那个发音组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新的音 所以其实在如果单独三十七个 三十七个注音符号的那个符号的话 当成非常最简单的基础和字入门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是当你要 当他们要学着把它拼在一起 它是难的 它是很难的 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去三年小学去代理 对然后有一个朋友台大的 他跟我讲说他小学三年 他到三年级以前 他就是不会注音符号 他怎么样都搞不懂注音符号的逻辑 他就不会 所以他三年级以前国语的分数都很差 因为他只要看汉字写注音看注音写汉字 他那一边就会做得很凄惨 然后但是他到了三 就是到了不用注音的年级之后 或是汉字越来越多之后 他成绩就好了起来 然后到国中以后他才了解 原来注音符号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开始学英文了 所以我各位家长真的不要太 注音是比汉字难的 注音的拼起来的逻辑 拼起来逻辑 它是一个很好的汉字的入门 但是要把它拼起来 我觉得花的那个时间功夫 还真的不如多去学几个汉字 人几个汉字 但是对有些孩子他可能学得很快 或者是有老师有教法教得很好的 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下 我有机会 看看能不能邀请到 我想邀请的那几位老师来讲 他在家怎么带他的孩子学注音符号的 对也是一国婚姻的 好那我们下面还有没有老师有 有一位老师留言到 他说环境上用不到的话 很容易造成学生抗计学习或使用 所以除非家长很支持 他们也不知道学中文要做什么 这也就是上次 淑珍老师一直讲的 还有那个日本 那个那个过来人场的时候 陈老师还有那个 罗马尼亚的黄老师 他们徐老师他们讲就是为什么要创造 他孩子那时候抗拒 从台湾回日本的时候 开始抗拒说中文的时候 他没有逼他的孩子 他反而是帮他透过棒球队 然后去跟台湾做交流 用这样的方式来创造环境 让他孩子愿意回来学中文 然后在那个徐老师他们是 他们是用讲英文这个例子 然后他们都会带去唱 夏令营 然后参与的活动的孩子 是讲英文的 所以都是创造那个机会 跟环境让孩子愿意说 好所以现在还应该还没有看到 其他的对 李维志说他小时候 因此被送到亲戚家住几年 因为那个大环境不鼓励他的妈妈 跟他说妈妈的母语 在台湾的确现在可能还是 因为那个他妈妈是印尼人 然后在台湾当年是不鼓励 甚至禁止孩子 学妈妈的母语 越南语啊印语这些的 好然后应该是怡荣老师 陈老师他说之前在美国教科 完全没有中文背景的家庭 因为对文化感兴趣 所以呢让孩子学习 后来全家还到中国旅游 全程都是孩子点餐 那家长就对孩子学习中文有感 孩子因此产生了成就感 对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让孩子可以去到 他能用的地方 那接下来是Elly 哈喽 亲爱的 好 刚刚 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Elly 我想先回答一下刚刚的问题 因为这么巧 我昨天刚好 问了我学生这个问题 我人在台湾 然后昨天上了一个华裔 华裔七 已经九年级了 九年级的学生 我问他 那你平时出去的时候 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什么 就是说中文吗 然后他给我一个很有趣的答案 他说呢 如果是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说中文 但是呢 跟朋友的时候 他一定说英文 就是如果跟朋友一起要买东西 他也不说中文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怕丢脸 然后 这个情况我觉得 也还蛮常见的 比方 然后 比方说我自己 之前刚刚到英国的时候 我也是希望 你尽量能不开口就 不开口 因为我实在太怕 说出来 丢脸 所以我想 就是 孩子 不管是在一开始 或者是逐渐迈入青少年 开始不太愿意 开始抗拒说中文的时候 除了认同的问题之外 有时候也跟自信心有关系 那可能我们就在他 愿意说一两句的时候 多多鼓励 而不是想着 怎么才说一两句 你再多说一点 多说一点 那另外就是呢 因为我有很多 中学华裔的学生 在他们的学校中文 是一个科目 所以对他们来说 只要把这个科目的考试成绩 顾好就可以了 生活中不说中文 他们是完全无所谓的 即使 即使在上课之中 其实也是 有点难让他们说中文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我的儿子 之前还不会说英文 所以他们只要是 遇到我儿子的时候 就会费尽全身的力气 努力 非常努力的说中文 要跟他沟通 所以 对 偶尔制造一些 非说中文不可的情境 比方说 拨个电话 视讯电话给爷爷奶奶啊 或者是 拨个电话给 认识的台湾朋友啊 什么制造一些机会 我觉得也蛮好的 然后 接下来可以请Hathy 帮我播我的那个 谢谢 第一张 好可以下一张 谢谢 我想先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老师们如果觉得 看不清楚的话 没关系 因为这主要是 给我自己 有点怕我忘记要说什么 然后我也觉得 我今天一定会漏讲 所以麻烦你们 有问题的话帮我发问 这样比较不会离落 好 我是一个六岁半的男孩妈妈 然后我们的家庭是在台湾 我是台湾土生土长 然后我先生家都是美籍台湾人 美国籍的台湾人 然后我们一开始其实讨讨论过 因为在双鱼的情况下 最好的 最好的能够达到双鱼的环境 就是有一个人固定跟孩子说那个语言 但是我们评估过 实在太难让我们的孩子发现 就是我先生其实会说中文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我先生跟他说英文这条路 我们在家里都使用中文 然后所以对我们来说英文就会向外 是需要另外学的 我们已经不太期待就是达到双鱼 好然后呢平时他会 他是念不教读写的幼儿园 这个我等一下会解释 所以我们情况可能也有一点点跟海外妈妈们 类似 就是他的学前阶段读写 我是自己处理的 好然后我是中文系之前学华语教学 所以非常的热爱用绘本 和汉字教学 这个我等一下也会说一点 然后以前在英国教过中文 也教过很多的乔生 现在家教国际学生 还有一些寒暑假 回台湾学中文的学生 所以呢 我平常接触到最多的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家庭他住在台湾念国际学校 但是呢他需要请家教 通常呢 就是这个学生他已经开始讨厌中文 或是不喜欢学中文了 所以我平常遇到蛮多低动机的学生 我等一下也会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然后可以麻烦帮我下一张 好谢谢 好然后呢 我对于 好 我后来发现 孩子他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如果他感受到压力 他就很容易会有挫折感 他就很容易会有挫折感 比方说我自己的小孩 我那时候鼓励他 我跟他说 你好好的学英文 我们去美国找姑姑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英文买冰淇淋咯 听起来就是超级鼓励的对不对 可是我儿子听完以后呢 他跟我说 妈妈那我不要学英文了 因为他觉得很紧张 这件事情让他压力很大 然后在带学生的过程中 我发现最有效的几个方法 就是符合小朋友天性的 就是左边这一排 运用他的好奇心 安全感 还有成就感 第一个呢 好奇心就是 我觉得小朋友对于爸爸妈妈 安排好 拿出来规定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有一个本能上的排斥 但是呢 如果我不经意的 把那个东西放在餐桌上 还是像比方说 我就会不经意的 把那个学注英的课本 开始放在餐桌上 他就会呢 开始问我说 妈妈这个是什么 然后我也不会第一次就跟他说 哦这个是你的注英课本 我会跟他说 哦这个是学注英的东西 然后就不说了 接着呢 他就会开始追着我问 那他可不可以也学 这个我要拍一下手 我觉得这一招很高 太有心机了妈妈了 对这招呢 不论是用在我儿子身上 还是学生身上都很有用 就是以前在英国教书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实在是太好奇了 所以呢 我就会把今天的教学主题 不经意的在上课一开始的时候拿出来 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秀出来 学生们就会开始问 老师老师那个是什么 是什么是什么 对 所以要准备 所以这边呢 我觉得这时候你也是为自己 一直不断的买新东西 新玩意 对 不找痕迹的铺路了 对还有 我在上家教班的时候 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学习动机最强的 往往都是呢 他就是学生的 还不到上课的年纪的弟弟妹妹 因为呢他们看着就是哥哥姐姐 上课 他们就会开始很好奇 这个老师每次来 就是到底跟哥哥姐姐在做什么呢 我也好想知道 我也好想会 所以通常这样子的学生 一开始都是他们逼着爸妈 说要上中文课的 所以我就想到我小时候 因为我家我是第一个孙子 然后呢 可是 但我们家附近 其他有那种小哥哥 大概比我大几岁的 那所以我从小就是跟那些小哥哥一起玩 那他们要上幼稚园的时候呢 我就看他们就被接走了 那没人跟我玩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那时候也还没有弟弟妹妹可以玩 所以我就看着 天天有个车子来 把我小哥哥给接走 你知道我就狂哭 追着那车子哭 你知道吗 那所以我那时候是非常非常想要上幼稚园的 我从小班就开始上幼稚园了 然后 所以我非常 我那时候一直跟我爸爸妈妈要 跟我爸爸 我要上幼稚园 我要去上幼稚园 我要上幼稚园 我不要再加了 我一定要 就我完全没有那种 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有人哭着 就是上幼稚园的小孩子 上一年级小孩子会哭耶 我当老师以后才知道 就是 我不能想象 我天啊 我小时候是多 多么想就不知道我有我有多想要上幼稚园 偏小的我有多想 所以我是当老师以后 我发现有那个孩子可以哭一学棋的 真的哭一学棋不夸张 哭一学棋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 Elli提到这一点真的非常好 还有前面她讲的就是 有时候我们以为是给一种正向的鼓励 或是正向的一个 这个 刺激或什么 那一天我们放了一个 就是如何学中文 就是几个外国人 他们录的视频讲 他们是怎么学中文的一些建议 那有老师在下面留言说要注意应用这样的影片 那时候我没有想说这是要是不是要放课堂啊 那但是我觉得他提到这个很好 就是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式说 他里面提到我学中文的方法 然后还有为什么学中文 还有怎么样让中文更好的方法 可是那位老师提到说 对一些学生来说 他这可能是反而是一种压力 他可能会让他更不想学中文 所以我觉得刚才Elli讲的这几点 我补充一下 就是的确就是利用孩子的好奇心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 觉得想要不着痕迹的一些东西放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可能那个效果不是我们预期的 对好Elli请继续 他们其实很勇敢 然后我快快说一下 我发现我那故事说错了 我儿子不是说不学中文了 他是说不去美国了 不吃冰淇淋了 而且他后来害怕了很久 每次提到要去美国 他就快哭了 对压力有多大 好然后好奇心引起了之后呢 要怎么维护他 不让他快快的熄灭 他就需要一个安全感 就是呢 他感受到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有办错的空间 有学习的空间 而不是呢 他一定要做到一百分 他才会就是 被称赞 或者是才是得到认可的 以及呢 幼儿他还有一个安全感的来源 就是熟悉 所以呢 尽量的让中文多出现在环境之中 然后再开始学习 他其实比较有安全感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看过的 我接触过的 而不是我忽然冒出来一个是什么 然后我忽然就要学他 忽然就要跟他很熟 一个陌生的叔叔出现 我忽然就是要跟他当好朋友了 这个是蛮恐惧的 所以重复的材料一直出现 然后在环境之中提早铺沉 我觉得也蛮有用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我觉得可以一直带着他们的 一定是成就感 其实很多我教过的家教小朋友里面 他们到后来会说 讨厌中文课 不想学中文了 大部分都是在 他们开始觉得中文课变难 超过他们的能力之后开始 所以我觉得适时的让他们 就是支持他们 然后让他们最后可以得到成就感 这个是可以走的最长远的一个 最好的办法 然后旁边这个是 我觉得为什么学零钱 还可以慢慢来 先不需要那么焦虑的关系 我们都会想着很多 要给孩子最多最好的 然后要赶快开始学汉字 赶快开始学注音符号 可是我觉得这个同时好像 就像我遇到的学生 那其实文字跟符号 是你要表达内心想法的工具 可是如果一个学生 他中文字写得非常好 但是他不知道要说什么 要写什么没有内容 那这其实也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在学零钱 或者是他可能读写 还没有那么到位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一个培养他们 表达力还有特别是想象力 因为他看什么事情 都是天马行空的 他还不需要去读别人的文字的时候 想象力是最飞跃的时刻 还有他的在生活里面的感受力 我觉得这三个 也是就是后来他能够运用这个语言 运用的很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这几个 然后到这边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下一张 我觉得我真的要对这张超有感的 真的超有感每一个 每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特别安全感跟成就感 这个两个对成人也非常非常重要 成人他们不会因为好奇心去学 他们会因为需求需要 我老婆台湾人 我老婆是中国人 然后或者是工作需要 那但是安全感我不会 在成人它是一种对老师的信赖感 还有在他孩子的安全感 不是只是在他的表现上的安全感 他必须跟你在一起有安全感 也就是说你这个大人 他不会觉得你会突然弄一个什么东西 让他 un-expected 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让他觉得说 我学中文是 学得不好 学得很笨这种事情 所以安全感或信赖感 就是对师生关系 我觉得对我来说 不管是成人或小孩 安全感或是信赖感 是最核心 最最核心的 你在开始任何课程之前 跟任何学生开始任何课程之前 你没有培养 他对你的安全感或信赖感 没有起码要先慢慢的建立一部分之前 没有建立一部分 就是这个东西 你一直塞东西 他学不到的 所以在对于成人课 我们之前在商务汉语的那个里面 我们也会 那个有老师会讲到 你怎么样在一节课里面 你要让他先 他就信服你 你是能教得好他的老师 那对孩子他没有那么快 成人是理性的 他可以去通过他经历去判断说 这个老师可以教我 他教得很好 那成人需要的是这种信赖感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我他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他去在一节课里面去做判断 那孩子他需要的安全感比较不一样 他需要比较长时间一点 慢慢跟你磨合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有一个学生他时候他回到台湾的时候是四年级 然后他四年级叫我班上 然后他不太说 他大概听得懂 但是他说的很少 然后他读写也没有 也不怎么好 所以他在我的最初几班 然后后来他要上五年级的时候 他妈妈开学第一天跑来跟我讲他 因为我又是他的老师 因为他其实都还在初几班 所以我到五年级 他妈妈跟我讲说他来学校 他前一天晚上紧张的快睡不着觉 因为他很紧张 他的中文老师会是谁 然后他隔天来看到分班 他说是我 他说他儿子整个就放松了 就是因为他他前一天就很紧张 他很怕他老师是别的 所以他会因为他不知道 他对学中文 他可能已经是一个很紧张的事情了 然后如果他换一个老师 我相信我们学校其他老师也都很好 可是他会有那个焦虑 他不知道他他会遇到什么 因为光中学中文这件事情 已经是个焦虑了 如果再换一个老师 要去适应另外一个老师 他可能会更焦虑 所以我们在学习之前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一个 学生焦虑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如果爸爸妈妈自己很焦虑 或者老师自己焦虑的话 你那个焦虑会传染给孩子 然后他对学中文这件事情是焦虑的 那他就没有安全感 他一直在那个不舒服的环境 就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第一场 综合场第一场 对就是包括环境的舒适 椅子高度桌子高度各方面的 对这些都是属于安全感 所以那成就感也是 我觉得成就感是真的 Elly都讲到非常讲到点上 我觉得不管是成人或是孩子 你要持续学下去 我觉得成就感的确 承认你要让他有成就感 他愿意继续附前跟你上课 那孩子有成就感 他才不会中间容易quit 好那我们请他 我们请Elly继续下一招 好 这个材料好像有一点在为我自己的爱卖 爱剁手 那个 嗯 虽然我们是在台湾 但是呢 我就是之前去上一些课的时候 那里面的老师有特别提到 我儿子好像在那个表达力方面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刚刚所说的那些 他心里面怎么有内容 然后他在首先是口语表达上 这边怎么先帮他出路呢 第一个就是 首先我的家 有点不好意思给大家看 超级乱 但就是 好像有点太夸张的乱 就是 我们家有还蛮大量的书 然后这些书我也是 我不会逼我孩子去看 但是他还蛮喜欢主动拿来看的 然后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呢 在大家可以看那个投影片第一行的地方 其实他 我大概是照着这个顺序给他 就是呢 他刚出生不久 我们就开始看一些故书 然后是重复性的绘本 可是这个重复性的绘本 他的情节可能会比较弱 所以呢 后来会需要 随着年纪变大 开始需要一些比较有情节的绘本 那如果小朋友再更大了 比方说开始 七岁八岁之后 也可以开始读乔梁书 或者接下来少年小说 这个是家里可以随着年龄 开始在预备的材料 然后呢 我觉得对海外妈妈特别有一个 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很多小朋友 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 可能其实家里也会有一些 只说中文的规定 或者是其实跟妈妈对打 还蛮流利的 但是呢 到了学龄后 开始进入国外的小学之后 就开始发现 开始有一些词汇的中文 说不出来了 因为家里并没有给他这个词汇的环境 比方说呢 他在学校开始学到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 开始学到一些 开始学到一些数学 可是这个在家里面 平常可能比较没有时机聊到 所以我会建议家长们 就是除了故事性的内容 也可以给他一些 知识性的中文内容 那当然如果 我觉得就是早一点开始给 比较不找痕迹 比较 他们比较不会发现 妈妈最近好像刻意在给我一些东西 好 而且从小开始接触 他不一定要真的很厉害或是什么 但是他小一点开始接触 他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熟悉的 之后就比较不会那么排斥 然后呢 也有很多的那个 比方说故事频道啊 或者是影片频道 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之后在留言的地方 补充给大家 然后 这个也可以是那个 自己自己制作的 比方说 我儿子跟爸爸 他们最近就很喜欢自己 录说故事 然后存起来 没事坐车的时候就听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是 其实海外比较难取得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小朋友 也会很有兴趣的 就是 自己的 真实性材料 比方说呢 去中国餐馆的时候 就拿一下里面的菜单啊 或者是 有时候经过中国城的时候 会有一些招牌 就可以给他们看一下 或者是呢 跟爷爷奶奶通个信 写个卡片 这个对他们来说 印象都会很深刻 然后再跟他们一起 共读 或是一起说中文的这个 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觉得 然后旁边这个洛杉矶的罗妈妈 还就代表 我还蛮常被海外妈妈们问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呢 那我放在家里的这些材料 要怎么选 尤其是国外可能没有那么多 或者是呢 终于有机会回台湾的时候 我要大买特买 可是到底要买什么 我觉得很多家长们 包括我自己 就是在急着做这些书单啊 公募清单的时候 有时候会忘记了 甚至也可以问一下小朋友 就是可能 其实我 虽然我就是家教的时候 我买了很多精美的 然后超级符合教育理念 理论的这些 这些课本 但是我 跟教自己小孩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啊 随便啦 就是我就选他喜欢的 那个教材是让小朋友有共鸣 就是他喜欢的很重要 然后其实有时候很简单 就是比方说 可能练习注音的本子 上面就有一个 他最近喜欢Elsa 就帮他选一个有Elsa的 他最近喜欢恐龙 上面有一个恐龙的 或者是 带他一起去选 或者是在网路看的时候 稍微给他看一下 问小朋友的意见 这样子都蛮不错的 然后 我其实用过那么多的教材 就是 不管是台湾的课本 或者刚刚那个 刚刚 闫老师说的 那个生活 的课本 生活的课本 骑作课本 我也都有 国语课本 我都有 然后二语的教材 我也是一整排 所以我几乎都用过 或者是 可能是书局的那种 最简单的 什么风车图书 推出那种 我都用过 我就只想说 不管什么教材 只要是你孩子喜欢 然后呢 家长用起来 不会觉得很困难的 就是好教材 就可以持续用 比方说呢 大家看一些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 这个是生活的教材 这本是习作 但其实教材 它就是一个片面的 所以比方说 像我拿到这本教材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啊 这个感觉 好像我还要另外 再花一些时间 去备课 去准备 那这个我可能就不行 那我就可能 就不会选这本 那如果 比方说有某一本 我拿起来 就特别有感觉 我觉得 这个我好像 直接拿了 就可以用咯 然后 或者上面又有一些 我小孩喜欢的东西 我就觉得 这个蛮不错的 这个可以用 所以怎么选 就是 妈妈不会负担重 小孩又喜欢的 真的就是好教材 大家不要太担心 大家想想 自己过去的路 然后 就是我各个不同学生 用不同教材 最后都可以学得好 然后呢 第二个是 也是 家长们普遍的焦虑 就是时间不够 怎么办 这学校已经没学中文了 然后我又 可能工作好忙哦 或者是做家事 好累哦 我还要陪他学 就是身兼两职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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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我也是的 然后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担心 最重要的就是呢 你如果能保持 小朋友的动机 就是我刚刚说的 一直引诱他 一直引诱他 其实会是你的小孩 就是 有一点点在追着你 要你教他的感觉 然后 时间跪在金不再多 就是你教他 陪伴他的时候 全心全意 然后一直让他感受到 学中文是一些愉悦的事 又有成就感 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心 那个时间不够 像比方 我在外面尽心尽力 教我的家教学生 设计超多 超级丰富的课程 可是我回家 真的就是一个 白烂妈咪 因为我真的好累 而且 就是教学生 跟教小孩 又是一样的内容 我就是有点 懒懒的 所以呢 我就是 我觉得不一定要 为了时间不够 那么焦润 因为这是一条长远的路 好 接着呢 要不要买点 点读笔 我觉得 如果那个 爸爸妈妈自己 可以念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对小朋友 是最有感情的 但是如果呢 你觉得你想要 给他更多输入 比方说 现在点读笔 也都可以 就是你录 然后放到那个笔里面 或者让小朋友 自己录 放到笔里面 然后平常在车上 可以点一点听 这样就蛮好的 但是就不需要幻想 他会自己拿着点读笔 在那边点书 然后津津有味 因为他们就 还是要有陪伴 他们才会用 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其实跟时间不够 差不多 就是 怎么办 我要 一直陪 陪着他吗 然后这个 就是一样 时间长短 不是问题 只要你陪着他的时候 就是全心全意的 这就会有效果 然后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呢 或是有没有什么分享 有有有 有那个几个老师有问题 但我先先那个 宝林问说 什么时候进入那个 情节是绘本 哦 对对对 其实我录讲这个了 谢谢帮我补充 这个就是 其实呢 一般来说 零到 差不多一到三岁的时候 他们对重复性绘本 都会很有兴趣 然后大概三岁之后 就是三四岁之后 会很明显的 你就会觉得 那个对他好像不太够 他会开始需要一些 那个 有故事性的 三四岁之后 但是呢 他这时候不代表 他就不喜欢 重复性绘本哦 因为 就像刚刚说的 小朋友其实非常在意 熟悉度安全感 所以他其实还是会在 一直 去拿小时候 就是零到三岁的 那个重复性绘本 他还是很有兴趣的 还是可以给他念 然后在食物上 也遇到过一些 那个 小朋友 其实他都还没有三岁 可是他已经有办法 听情节性 而且比较长的绘本了 那我也不需要 就是刻意不让他 不让他听 还是可以给他看 所以原则上 就是三岁之前 可以给他们 重复性的绘本 可是如果你发 但是情节性绘本 也可以背一些 然后你开始感觉到 你小朋友的专注力 越来越长 就可以加入 情节性的绘本 然后还有就是呢 还有就是我发现 因为其实现在 非常多的那个故事频道 故事频道 然后有一些甚至 他们就是念 那个绘本的 情节性绘本的内容 所以呢 你可以也可以从 那个念 听故事频道里面的 情节性绘本开始 然后再进入 看那个书 这样子也可以 或者是两个互相搭配 也蛮好的 然后我刚刚还漏讲 一个影片频道 就是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故事 就是 以前曾经呢 我儿子在不经意之间 他就说了 妈妈 我看到了一条 湍急的河流 然后我就想 天哪 不愧是我的小孩 中文素养超高的 这个一定是我 某本故事书 还是那个 我就是不经意之间 说到 他就学习到这个词汇 所以我后来就问他说 儿子啊 告诉我你在哪里学到这个词汇的 真是太棒了 他就跟我说 哦妈妈 我是看那个汪汪队 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海外的妈妈 因为我自己小孩学英文 我也是一样的心情 就是 影片或者卡通筛选过 小孩很有兴趣的话 其实是非常好的 就是让他着迷 让他上瘾 让他沉浸在中文的世界里 就是非常好 对 好 那刚刚还有另外一个 讲到这个绘本 有机会了 我们就应该开个绘本场 那个 我觉得在重复性绘本 跟情节性绘本 我觉得他的那个 他不是 一个一刀切的 因为有一些情节性绘本 他其实里面有些重复性的东西 像我最近介绍了一本 因为可能有一些老师知道 我最近在录一些教 介绍绘本的视频 是针对那个中国的家长的 然后所以我们 我每个礼拜 我都要六三 三到六个视频 是介绍绘本 那所以有一些绘本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 简单到就是 对一整本书就几十个字 可是我觉得他从三岁到三年级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 重点是你怎么跟孩子 去玩那个绘本 那有一些 是情节性绘本 但是他里面的句子 或者他的架构 或词汇 它是一个重复的 干爷爷去游和啊 然后还有那个 最近那一本 那个叫什么 就是 突然忘记那一本书的名字 有个跳蚤进来 然后整个房子 睡 那瓶的那瓶 在打瞌睡的房子 那一本也超精彩的 所以我觉得 真的就像Elly讲 我觉得的确可以从部书 然后从一些 简单的重复性绘本切入 但我觉得倒不是说 要怎么样去切 说我前面只能做 做哪些绘本 那因为刚才 那个 那个有一个老师问到 是汉字 说有些家长 他们或是学校 大班就让孩子写汉字 然后写不好 给他擦掉 然后或者是要求笔顺 那老师觉得这样打击很大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样 让孩子练好字 然后再 还是只要在没缺少笔画 可以看出来就好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们先放到后面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安排一场 汉字专场 我们请那个Joy 那个小明老师 跟我们讲一个汉字专场 会安排在7月 所以我们今天汉字这一块 我们就先不要有 就这一题 我们先放到那边 好吧 我把它给 结下来 留下来 那到时候 请这位老师 还要请对汉字教学 或者有相关的话 我们汉字专场 可以 在深入聊一下 我们这是综合场 所以我们学浅焦虑 这一块 我们会持续的开 不同主题场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我可能 有一位老师是在讲说 如何引起动机跟兴趣 因为刚才Ali讲到说 引起好奇心 这件事情 可是那个老师 可能讲的是 比较着重在 学校里面 因为他提到是 让学生会 愿意选中文课 而不是去选择 西班牙文课 那刚好 我们也会 爱买另外一场 是在美国 教中 公立学校 而且是在比较 穷一点的 学区的老师 会愿意跟我们分享 他在那边教学经验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个 放到那边去回答 好吗 那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 学钱 学钱场 那我们今天就 比较focus在学钱 这样子 所以刚才那个 宝玲问到是 除了那一个 除了刚才那一题 所以我们刚才 有老师 就是一直跟我们互动 但是我先把 问题过滤一下 给大家 然后宝玲又提到 是说故事频道 是看的还是听的 然后可不可以请 等一下请Elly 给我们链接 有有有 那个听的 看的都给你们 到时候 是这样 我们的这个直播 到时候结束之后呢 会先关掉 然后我们会 那个上到YouTube 之后再分享回来 那到时候我们会 请严老师和Elly 就是今天有讲到 那个链接 我们都会放到 留言下面去 所以大家到时候 回到那个 我分享进来的 YouTube链接之后呢 可以在留言里面 去找到 好吗 因为这个影片 它到时候弄完 会结束掉的 好 那我们继续 下一张 加油 下一张是 等一下 对 因为呢 那个不是我要 上厕所用的 这个是我知道 就是说完这边之后 我自己也是妈妈 我懂 就是开始 这个焦虑起来了 想说好好好 今天听完这个 我可能又要开始书单 影片单要开出来 又开始焦虑了 但是我想说呢 等一下 就是慢慢来 我们先冷静一下 再下一张 OK好 再下一张 对 大家一定要先冷静一下 我们先冷静下来 就是想一下 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样 不找痕迹的给 不找痕迹的布置 在环境之中 我们只是为了求一件事情 就是呢 为了让小孩是有主导权的 第一呢 是他 就是他其实算是 因为一直不停的 在勾起他兴趣的时候 其实真的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 他就会突然决定 做他想要开始了解 他想要开始学 所以这个开始的主导权 是他的 然后在这之中呢 因为家里有各种不同的材料 有听的材料 有看的材料 有跟妈妈聊天的选择 跟爸爸聊天的选择 各种选择 所以他也有这个主导权 就是他可以 今天他是很有兴致 想跟妈妈聊天的 今天他是很有兴致 想要妈妈读书给他听的 他是很可能会自己要求的 有主导权 他就会更愿意做这件事情 然后旁边那个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放三次 就是给时间 给时间第一个是 我很相信小朋友发展 是有他的里程碑 比方说他到了成熟到可以写字 之前我们就是帮他 培养他的这个能力 比方说多画画 做运笔练习 做做家事 让他长好小肌肉 然后呢 在他有这个因运绝肢之前 我们就是可以拿着故事书 一个字一个字指给他看 让他知道说 一个字会有对照着一个声音出来 因为这个跟其他语言 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这样慢慢的培养他 有一天他的发展到了 他就会开始忽然 想知道这个字 怎么念是什么 然后想要试试看 他是不是可以写字 然后当然一开始 都可能做得不是那么的好 可能写出来是镜像 是歪歪扭扭 是乱长的 但是呢 我们就是相信他有一天 会做得很好 不停的鼓励他 然后给时间 今天还有第二个意思 就是呢 这个是我有一次不小心放空之后 我发现原来放空这么有效 就是我以前在教学 或者是跟自己小孩对谈的时候 我常常会问了问题之后 还蛮急着要听到他的回答 但是然后呢 我一直等不到回答的时候 我就会以为 他可能是想不出来 还是这个地方听不太懂 可是我有一次真的 我那一天好累 所以我就自己空白了很久 然后我发现 我的教教小朋友就忽然说出答案来了 而且还说得蛮长的 然后所以我就发 然后后来呢 我会刻意使用这个 就是我自己稍微发呆一下 多一点等待的时间 我就发现 他们其实真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思考 然后慢慢的酝酿 并不是每个小朋友都那么快 可是他酝酿出来的东西 有时候真的很不错 然后这样子他们压力也是比较不会那么大 所以这主导权和给时间 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 对这个怎么铺录 第一个就是生活之中 多多跟小朋友分享 然后跟刚刚会本共读 其实差不多 除了事件以外呢 还有可以就是着重在情绪的分享 然后分享的时候 这也是我跟另外一位心理师学的 就是呢 他说可以先 爸爸妈妈自己先分享自己的一天 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的心情 自己的感觉 然后呢 再让小朋友说 这时候通常他们比较愿意说 然后也会说的比较长 因为呢 如果他每天回家的时候就问他说 你今天做什么 你今天吃什么 你今天怎么 其实还蛮上逼问的 他有时候就并不是他不知道或说不出来 而是他就不想答 然后呢 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是我自己在备课 或者是那个跟小朋友杀时间 尤其之前就是闭关 在家不能出门的时候 我怎么找一些学习活动 我就是会用这个关键字 这个也是学汉字的方法之一 我会用英文当关键字搜寻 然后就会找到很多国外小朋友 学字母的有趣的活动 然后我再把它转化一下 就可以变成作音符号或者是汉字 老师跟家长们可以去搜搜看 真的会挖到很多宝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今天比较针对那个低动机的小朋友 又或者是他在学校已经 就是有点挫折 他真的超级不想写字 甚至看到字 他就要哭要吐了的这种小朋友呢 我有两个方法 然后第一种类的方法是呢 这种就是这种比较玩具型的 这种呢是他做完一个任务之后 他就比方说他就可以扭一颗或什么 然后这个我觉得对学灵前学助音的也蛮好 因为顺便训练他小肌肉 还有投硬币的能力 然后就是这种他做一个段落之后 扭蛋机吗 这是小扭蛋机 对这是扭蛋小扭蛋机 这角落生物 最近大家最喜欢 我以前在教室也放了一个 我以前在教室也放了一个 稍微比 就是对 比较大的 我没看过这么迷你的 对因为我要四处移动 所以看到这小子我就立刻买了 对然后 那里面的扭蛋是怎么样呢 它里面能放什么东西 它里面就是迷你扭蛋 然后它本来预设的是数字 可是如果你们就是老师们想要自己把它装其他的东西 的话也可以 因为它是打得开的 可以自己做小 那你要用什么东西装到那么小 那么小比如说小模型吗 还是什么 也可以比方数字你就对应数字 然后其实我是不太送笔物 但是如果各位老师想的话 你就可以比方说一号数字就跟夜市一样 一号是那个娃娃 二号是铅笔 这样也可以 这个也是可以 这样子方面都 因为你知道以前我是 我在班上扭蛋机里面 他们可以比如说去抽 然后里面我会放 有一几个是可以免写功课的条子的 所以他们如果扭到 当然他们要扭 他们也是要累积积分 才累积多少积分才能去扭 所以如果扭到又是免写功课金牌的话 他们就会很高兴 然后有时候是因为有个没的小文具 这样子 好想扭到免贝课金牌 然后还有这种 这种是有点类似 这个跟这个都是有点类似 其实是类似奖励型的 这个是针对动机 戳戳乐吗 就是戳戳乐 对 就是戳戳乐 然后好奇妙 就是不管里面是 就是多烂的东西 小朋友都超爱的 这个空了之后 也可以邀请小朋友 来把一些他们不喜欢的空气 放进来 自己做 自己搬上或家里的戳戳乐 也可以 这是废物理由 然后这是针对动机 奇低无比 就是讲到中文 可能就要哭了的小朋友 这种类的方法蛮有效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低动机的小朋友 会需要就是把那个 直接把教学活动 融入成游戏了 那这个游戏呢 最好是那位学生 他本来就喜欢的游戏 比方说大人 就是可能桌游 然后可能 某一种类的小朋友 就是会动到肢体的游戏 然后有一些小朋友 就是可能画画 然后呢 所以我的方法是 我会去看 就是这个学生 他应该喜欢 哪一种类的游戏 我在想办法 把学习内容 直接塞到那个游戏里面 所以一种是 学习内容跟游戏结合起来 然后一种是分开的 就是你让他学完一段落之后 给他玩具奖励 然后一种是 学习无形之中 这两种对低动机的小朋友 都可以试试看 然后高动机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后都是带入到 这只是过渡阶段 就是最后终究是 他们有成就感 才是就是 能够走最长久的方法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 如果他的动机低 是因为 学习无形之中 这两种对低动机的小朋友 都可以试试 然后那个 还有一种情况是 如果他低动机是因为 学习内容对他太难的话 可以从两个地方调整 一个是 那个任务 就是在家里跟他做 或者学校 他的那个任务的挑战性 有一些小孩 其实他是怕 挑战性太高的 就是这个游戏竞争性太高 他会怕 然后或者是开放度 就是那种问题的开放度太高 他会怕 就可以试着慢慢变简单 这样子也会影响他的动机 然后呢 应该可以下一张 我快讲完了 下一张这个 路障的那一张 路障 对 对 下一张 是啊 是 因为我刚刚看着另外一个萤幕 好好好 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 但 是我在 还蛮多个学生之中遇到 然后我用的方法 觉得还蛮有效 跟大家分享 但是 对 就是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有效啦 或是等一下有老师想要分享一下 他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他怎么处理 我也非常想要知道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很典型的 我收到的很多学生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就会说 老师我不喜欢中文 我不喜欢写字 不喜欢看书 就是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学 这种呢 我就会直接回答他 你不需要喜欢啊 可是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做的事情 不一定有喜欢不喜欢 就像你每天要刷牙 每天要洗澡一样 这个不是喜欢就不过 这个是我的回应 然后通常他们就会 乱乱乱的继续做 然后呢 一个是拖拖拉拉拒绝合作 就比方说中文功课拿出来了 他就开始摸动摸西 铅笔要削一下 或者是就忽然开始成为人停格 这个我就会问他说 哎怎么了 你需要帮忙吗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说出需要帮忙吗 他们就好像知道自己 就是停太久了 就会开始 就会好一点 快起来 然后还有一种类的学生呢 就是那种会 因为我的家教里面 他们也是有教学进度的 所以有考试进度要顾 然后有一些呢 就是 遇到要加强复习的时候 就哭了 而且爆哭 唾气 各式各样都有 躺在地上都有 但是这种通常 其实我 虽然我是佛系学中文 佛系教中文 但是这种 我其实不会心软 通常呢 如果在他哭过一两次之后 他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他勉强自己 为了这个考试做出的努力 或者是为学中文 这个做出的努力 是有回报的 他在大哭之后 他还是努力做 边哭边写 或什么都没有关系 只要隔天 或是隔几天 比方说 小考真的考好了 或者是呢 爸妈可以联合朋友 演个戏 就是出现在他面前 说你会写这个 好厉害 这种让他有成就感的事情 经历过一次两次之后 他从此真的再也不会哭了 因为他知道 虽然很辛苦 但是是有回报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 妈妈面前变个人 就是 可以奇怪在学校都好好的 为什么回家 就是在妈妈面前就 就容易学中文的时候 跟妈妈吵起来呢 通常就是感受到 就是回到刚刚时间的问题 因为妈妈心里 比较有期许 所以 其实给他们的时间 少一点点 然后如果我们再给他们的时间 多一点点 比方说念助音的时候 他拼不出来 这时候其实我蛮多 家长会生气 然后小孩一紧张 就后面全盘都脑袋一片空白 念不出来 然后妈妈就觉得 到底我们学到东西啊 这个时候其实他是会的 只是他太焦虑了 所以他就脑袋空白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能 让他休息一下 或者是下次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其实慢慢来 他是可以就是学得很好的 以上就是 我主要的重点 然后我想直接跳到 结语那一张 就是有一个图案的 这个好 这个就是 很多人他会很焦虑怎么办 我小朋友现在不学 那他以后是不是就不会中文了 现在不学 就是 中文这么难 长大以后我们脑力退化了 还有可能学得会吗 其实是可以的 大家在这个社团里面 应该就看到好多外籍学生 他们都好厉害 然后 就其实没有问题 当然汉字或什么早学一点 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让他有动机 愿意一直持续 或者以后愿意再学 因为这个一中段真的就会忘记 然后 现在不学 但是他有兴趣 他以后再学 他还是可以变好的 所以根本就是他要想学 那个时间点我觉得还好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这张图 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就跟一个小朋友 我们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常常呢 我的学生 我看到的是 他们可能已经做到 可以做到80分 但是呢 家长他们眼里看到的 或是那个顾不到的20分 会一直放大放大再放大 就是眼中满满的都只有 顾不到的部分 这个我对我自己的小朋友 也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宽心 然后先去看小朋友 已经做到的部分 然后给他鼓励 其实我觉得 在这条路上 就会发现两个人 就是大家是可以一直 甜蜜的继续学下去 然后 这大概是 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先不要跟别人 比别人家的孩子 对 你跟别人家的孩子 比就会说 你就会去看到 他还没做到 跟别人的落差在哪里 那 因为如果是特别在海外 学中文的话 因为那不是他的 生活语言 不是他的主要语言 不是他的考试语言 甚至他可能只跟你说中文 所以如果 再有这么大的压力的话 他会觉得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给孩子 是学中文的环境跟意义 而不是给他 就是说 哎呀 怎么人家 谁谁谁 他一样在 住在海外 人家可以做到什么 我们家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蛮重要 是先看 就是有的 而且我自己教成人以后 我自己 常一直在想 我们有必要那么小 让孩子去做那么多 会学那么多 会什么 因为我自己好多 我自己读研究所 我们很多外籍生 我自己大学 我的最好的朋友 韩国人 他们都是大学以后 研究所以后 来台湾以后 才学中文的 然后你看现在 那么多网红 他们的中文 有些发音 特别是在中国学的 他们的发音 他们的用 他们的表达 完全你 你关掉视频 关掉影像 你觉得他 他就是一个 道道地地的 道道地地的 的华人呀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 今天Elly 里面所提到几个点 真的特别重要 我们在他讲 最后的那个 推荐的书之前 就那两 那两页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他特别讲到的 这个 这个好奇心 安全感 成就感 的这一个 我们先从这里 去切入 然后去 特别是对 学龄前的 学龄前到低年纪 因为他这边 特别是提到 这是针对 学龄前第一年纪的 讲的 这个我是非常非常 同意的 然后妈妈们 老师们在 后面的 给孩子 让他们感觉到 自己其实是有 有主导权的 但可以是 起码他感受到 你给他主导权 但是你是在 一定的范围给他 但是我觉得给时间 这件事情 正是给孩子时间 也是给自己时间 好 那最后 Elly有 要推荐几本书 对吗 对 这三本书 我再贴在留言区好了 这是我 最近看了 觉得蛮受用 尤其是对 海外妈妈的话 如果想知道 就是在你的 居住地语言 和中文之间 到底怎么兼顾的话 我觉得 徐雅宁老师 这本书 而且这本书 超棒 它在那个 highread上面 有电子书 所以可以 不用花钱 就可以下载的 而且是合法的 可以看一看 然后中间这一本呢 是关于说 共读 共读绘本 我觉得还蛮好 里面 里面还蛮好的 一些书 它也有一些方法 但是 日本有电子的吗 没有 哪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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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找到 电子版 这本里面 其实活动也非常多 但我就是 还没有这么勤劳 做很多的 但还不错 活动多 然后也有很多观念 我觉得很好 然后右边这本书 也有电子版 也是可以合法免费下载的 在highread上面 这本书是呢 关于写汉字的 就是他讲到 怎么样培养他的能力 让他到发展 帮助他的发展 让他可以 好好的学汉字 写汉字 这本也不错 好 所以今天 Elly分享 非常关键 也非常精彩 那接下来 好 明天九点半 好 接下来我们半小时 给 给Joy好吗 给Joy 来 亲爱的 久等了 久后了 我已经完全把自己 变成观众 我要开始吗 还是不用 等一下 你可以开啊 等一下 我先给你 host 好像你才能 分享 我刚才没看到 嗨 我先补充一个 刚才 因为我刚才 就是room里面 老师的留言 Shirley老师 她觉得 她最失败的经验 是一个四岁小孩 因为学校要求 写注音练习本 要一个 注音符号 写50个 那种无聊作业 然后 家长丢给我 叫小孩子写完 当然小孩子 超级不愿意的 不管怎么 鼓励都没有 一个注音符号 写50次 为什么 oh my god 四岁小孩 哦天啊 天啊 如果有空 那个 Joye老师 或许 我不懂 是家长也认同 这样子吗 40岁写50个 租音 如果我是家长 我就先把孩子 带离开那个地方 我会把他放到 这个学校里面去 可是可能在海外 没有那么多选择 所以 天啊 我不知道 好 另外一个是 好的 等一下 好的 好像还没有 好 现在应该没有 我们让Joye先开始吧 好 看得到我的 看得到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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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喽 大家 晚安 我是Joy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又教室毕业 然后 华语教学研究所毕业的 然后以前在台湾当幼儿园老师 然后现在在印尼当幼儿华语老师 所以 就是海外的 海外的妈妈 台湾妈妈 我有接触过 然后在台湾有 双语家庭的家长 我有接触过 那 我今天 想要分享 以老师的角度去 谈 学前焦虑的这个部分 那我会讲比较快一点 那我主要教过的学生呢 就有两种 那我今天想锁定 让大家比较 比较发散的去想 我的学生就是 今天谈论的学生 主要就是 以在印尼的为主 然后我有教过 国际学校的 就是比较贵族的那种 小少爷 小公主那种 然后又有教过 一般本土的幼儿园 然后 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 他们的家长 几乎都是不会中文的 即使是华语 通常都是 家里完全没有背景 那顶多就是 妈妈会讲 或是爸爸会讲 那我想要 让 线上的老师 看一下他们的课时 就是有些爸爸妈妈 可能会很担心 在海外课时很少啊 怎么说 在国外没有一些环境 可是你看我们 在印尼学校的 这些小孩 他们其实已经算是 课时蛮多 可是一个星期只有 两到四个小时 就是学校有配置 中文老师的状况下 那其他本土的幼儿园 好一点的会有 一个星期就半个小时而已 但是其实 我觉得 以我们 现在看这个时数 会觉得 好像 这些小孩会不会不够啊 可是其实 他们的表现是 还不错的 所以我想要 让海外的妈妈 或是老师们安心一下 其实 看起来时数不多 但是有品质的教学 或是有品质的陪伴 会比你 每天 就是跟孩子 腻在一起 但是孩子很抗拒 学中文的状况 其实有品质的 陪伴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好 那因为前面两个 妈妈跟 就是老师 分享了很多 但我今天想要 站在妈妈的角度 换一个角度 想就是老师 我跟妈妈们 站在一起的话 我想要表达的是 学前焦虑啊 大家都会很紧张 好像 听了大家 其他妈妈分享 就觉得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 我是一个 不够努力的家长 或是我好像 没有给我的家长 而我的小孩 最好的 学习环境 但我今天想 表达的不是 告诉海外的妈妈 小朋友应该 要怎么学 就是这不是 我关注的 而是我希望 就是家长 可以换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 我们可以怎么想来 消除这个焦虑 因为 大家已经过度的 焦虑了 所以我不用 再来恐吓大家 那我想要问大家 现在如果有线上的 老师或妈妈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妈妈 可以给我回应一下吗 耶 有留言 可以留言 1234 1234 1234 你觉得你是虎妈 就打一 你觉得你是放任性的妈妈 你就打二 然后你是脑坡落的那种 别人说什么 你就 三 可以是 三 二 行 没有小孩 你可以回答这一题吗 哈哈 这是脑坡落的好吗 哦 好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对 二加三 对刚才 脑坡落就是比较容易 别人说什么 或是别人说 你是怎么样的妈妈 你就被他牵着走 这是我关注 他很容易看到什么东西就要买的那个脑坡落 对也是那种 应该要打三吧 对这边没有虎吗 没有看到人家自称虎 有一位老师说他是二 在脸书上面 对这是我比较常看到的 我遇到我在海外遇到的 海外的台湾妈妈跟中国妈妈 比较多是这四种类型的 好很谢谢你们的回答 那你们给自己一个教养焦虑的分数 一到一百分 我想要看看大家有多焦虑 一到一百分 你觉得你有多焦虑 一百分 九十分 哇 这么焦虑 九十 哎有八九 太高了 不知道你闪 要开一下他的麦克风 他现在他刚 他今天刚去meeting完 他今天刚meeting完 所以 没有 我现在在一个对我自己的学生 跟如果我有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我的分数应该跟 艾利差不多 比他再更高一点点 你只比佩颖老师低一分 对 对我觉得 哇 大家都焦虑蛮高的 分数 有一位老师是四十 十分 有一位老师是八十分 两位老师八 帮他拍拍手 太好了 艾利老师 艾利老师 对 然后大家 大家都不是虎妈 但是焦虑感都那么高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 我觉得 这就是我后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谢谢大家分享 好 那我觉得 学前焦虑啊 我们常常 因为现在网路太发达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 看到很多资讯 然后很多爸爸妈妈也愿意分享 他们怎么让小孩学中文 可是我觉得这造成 你的信念 就像我们可能刚开始 小孩出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小孩只要健康就好 你有听过妈妈讲这句话吗 有的打一 有的打一 你有听过你的学生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对就是妈妈们都会 像我身边有很多们 同学们 他们都刚开始就说 我只要我的小孩健康就好 什么英文啊 什么那些我都不在意 然后可是 绝对是 就是一起找出 我们一起来找出 这些焦虑的来源 因为我今天不是来劝大家 或是 我今天不是来告诉大家 怎么教我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 好方法大家可以查 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 我们这场多完美啊 我们这场 发配的多完美 刚才阿里已经 讲了一些方法 然后也让大家 不要焦虑的一些建议 说好 这个总结太好 对然后我想要 我觉得我常常在 跟这些海外的妈妈聊天啊 因为大家都会 觉得中文老师嘛 所以就会跟我沟通说 那到底这些小孩 我的孩子 我们跟先生一起 移居到印尼啊 做生意什么的 那我的小孩中文 这个样子到底怎么办 所以我常常在 跟这些家长沟通说 发现大家会有一些 共同的 共同的焦虑感 所以我觉得 不管你是妈妈 或是老师 或是你刚才觉得 你的焦虑很高的 我觉得可以先问问你自己 就是我在害怕什么 你可以想 就是先在心里想 我害怕然后自己接下去 照剧 我害怕什么什么什么 我担心什么什么什么 我觉得你可以让你的脑袋 去梳理一下 因为妈妈们 刚好现在这个讲座时间 是你的放空时间 你可以好好 就是沉淀一下 想一想你到底在 就是我在害怕什么 我在担心什么 这是一个 你可以 我常听到妈妈讲的 就是妈妈 我都会问妈妈说 妈妈你担心的是什么 你害怕的是什么 我常常收到的 就是这些回答 我害怕我的孩子 跟不上别人 我害怕他跟我一样 不够好 通常妈妈讲完这句 会流眼泪 我就会就是拍拍他 再来就是 我害怕我的孩子 以后跟我说 都是你害的 然后我担心 他不会中文会被笑 我担心他失去双语的优势 我担心他没跟着做 中文就不好 我害怕我不这样做 我的孩子没有未来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 说出来 或是听到这个句子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给你们五秒 有一个空档的时间 就是我觉得 妈妈可以去 要有一个 刚才说那个什么 对对对对对 要闲置的时间 有老师有 M说我害怕错过黄金全脑学习的关键期 对 那就是双眼又是那个差不多 对 那你害怕的这个 如果真的错过了 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吗 如果你害怕他不会中文 会被笑 这件事是真的吗 这件事是事实 还是你想象的 或是他是一个真的存在的吗 可能是自己的那个小补脑 那个脑内小剧场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看到 我自己没有孩子 我也没有这些 但是我从一个老师角度 或是我自己所看到的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担心是 他对于这个母亲的文化跟背景的一个抗拒 我们到时候有机会再请老师们再讲那个 就是混血儿那个文化的那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与其担心 与其担心 我觉得如果反而让孩子跟你的关系坏了 或者是对中文这个语言这个文化坏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会很 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就有一门课就是要去各个台北的各个那个教中文的单位参访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次去台北美国学校嘛 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呢 我们全我们好多同学都说 哇以后我才不要去那里教学 然后因为他们有的就看到那上课情形啊 就是说天啊 因为我们以前学我们学习的中文经验都是大家学习的经验 不是学习中文 学上课经验大家都乖乖的在教室上课 可是美国学校不一样嘛 然后还有他们看那个学老师那个 有一个教室布置里面 他是写说我我讨厌中文 然后我不想学中文什么之类 然后老师还把那个也放放出来了 还是反正就是那种 嗯讨厌中文或恨中文或是什么这样子的 是他妈妈逼他学之类这样的话就写出来的 然后所以我的同学们呢 那时候是没有人想要去教中学 因为那时候在那个教中文黄金时间是 我们很多学姐同学都是去海外 去美国很好很好的大学去教中文的 那时候是我们挑着学校不是学校挑我们 那所以后来我觉得讲这个是因为刚好让我想到就是说 与其担心这个真的可以想一下我们要像刚才艾丽讲 怎么让孩子持续保持好奇心 保持兴趣有安全感有有兴趣去学这门语言 好请那个座椅继续 谢谢谢谢 那我想要表达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一些 比较在印尼环境比较好的小朋友 那他们的爸爸妈妈通常都是 呃环境不错经济能力不错的 但是我常常会来 呃有妈妈来跟我讨论或是这里的印尼的妈妈 他们本身家里有双语背景的他们都会来问我说 他们很担心小孩的中文成绩啊 可是我们其实才幼儿园嘛 可是他就会觉得小孩子的三个语言 像我们学中文印尼文跟英文 那中文呃英文跟印尼文是他们最主要的嘛 中文是精英们就是分数会比较高的那种 家里给很多环境 他们觉得家里给很多环境才会学得好的一个语言 但是其实我在幼儿园看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常常会跟妈妈讲说 我们可以给孩子我们有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给孩子我们没有的东西 像我的学生家长几乎都是双语 其实我觉得已经很优秀 他们其实已经会双语了 可是他们常常会觉得像Eddie前面说的 他们会看到小孩学校有三个语言 可是小孩只能学两个语言 他只有两个语言精通 家长就会一直在钻牛角尖觉得 为什么他的中文没办法到听说读写都非常的完美 可是我们才幼儿园 我们才幼儿园 我们其实没有需要必须 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直强迫他 像刚刚老师说的 给他一本注音符号 然后要他们写 然后要写50遍 就完全会扼杀小朋友对于中文的兴趣 老师好不容易帮他在学校建立的兴趣 然后一下就都没有了 那什么是家长没有的东西 就是其实家长自己也没有办法三个语言都精通 可是你的目标合理吗 就是你自己中英文 你自己的英文跟印尼文很好 没有错 但是你有办法到三个语言吗 我通常问家长的时候 家长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程度 没有办法三个语言都精通 听说读写 那如果你没有 那你要怎么教孩子做到这个事情 就很少数的家长可以做到 但我觉得即使那样的家长 他们通常都会去分享 跟孩子分享怎么学习语言的技巧 反而不会有强迫孩子 一定要学到多语的这种观念 好 那我觉得妈妈们也可以想一想 你对你自己希望你的孩子 到中文程度到如何 就是尽量明确一点 比如说刚才严老师说 他希望他的小孩瑞典跟 瑞典文跟英文是到高中的程度 然后中文听说读写 就是都可以有一定的程度这样 所以我觉得妈妈们 如果很焦虑很焦虑的话 也许也可以设定一下你们的目标 就像Eddie她可能现在 她刚才分享 她现在不会很苛求 她的孩子也一定要 英文非常的好 所以妈妈们设定的目标 设定了以后 你就比较不会听到 闲言闲语啊 或是其他的谁跟谁比较 你就会觉得 我的小孩好像不辱人这样 好 所以我觉得前面就是帮大家 找到自己焦虑的来源 就是你到底焦虑的东西 是来自于你自己呢 还是一些旁边的人 然后那些东西是真的需要的吗 然后你的目标 帮小孩子设定的目标 要诚实面对你的目标 因为我通常问妈妈妈妈都会说 听说很棒就可以了 听说她听得懂老师说的 然后会讲话就好 可是妈妈常会来问你说 老师可不可以多给我一些 那个写的作业之类的 然后我就问妈妈说 你不是说读写就好了吗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难 有一点困难就是收手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到小孩如果达到那个目标了 你就要为自己感到很开心 就是你帮助小孩到这个程度 但是不要觉得我应该要再乘身追击 这时候很容易让 让小孩就完全对中文觉得没兴趣 因为他会觉得我做到了 可是妈妈又是给我订更高的目标 所以我永远达不到妈妈的目标 我永远都是不好 我永远都不够好的 所以小孩就会容易有这种情绪 最重要的是 真的很重要 真的 对对妈妈要家长要先想清楚 但是就是说你自己想想清楚了 你要很明确 就是你要真实的面对自己 你就是希望他听说读写 那就是听说读写 而不是口头告诉他说 哎呀你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你的行为并没配合 小孩是感觉得到的 或者是你还没有想清楚 你以为自己想清楚了 我觉得这也不是只有在妈妈上面 我觉得很多老师在设计你的教学目标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然后比如说刚才会问说 为什么大班要写字 然后写笔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然后大家没有把孩子的年龄 他的需求 他的目标 他所需要的 没有去想清楚 所以会有发生这个问题的存在 所以当然我们说汉字的事情 我们会另外有专长讲 但是我只是拿这个例子来讲说 我们在做一个教学的时候 妈妈在做一个目标设计 我们要很清楚 真的要想得很清楚 我发现大家在设计不出教学 或是有一些在教学上一些困扰的时候 因为我在社团回答问题回答了两年了 所以我经常我第一个问的 我并不是要去回答问题 而是我会问他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学生的 所以你的学生程度是什么 他的年龄是几岁 如果你没有去把这个背景 你先去了解清楚 想清楚的时候 太空泛的去回答 或是太空泛的去设计你的教学 有时候就会 就不会那么刚好对在口子上 所以我觉得妈妈 家长们先想清楚 很称深面对自己 我就希望他是听说读学 而且我甚至希望他的听说读学 还到台湾的高中 可能是那么高 但是那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有一个更长期的一个计划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而不是手 嘴巴我讲说 没有啦 没有我其实不是虎妈 我不是那样子的 我就是放养心 可是 可是你的心理跟行为 跟那个 他就很想意跟习字本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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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真的 先面对自己 对 对 先我唱清楚 好 Joy继续 好 那我觉得 我觉得呢 我最 我现在看啊 在海外的这些 妈妈 然后常常跟老师沟通 我发现 如果他们小孩中文学习 很好的呢 通常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妈妈是 陪伴小孩子的 不管他有没有请家教 妈妈都一定是陪伴的 然后我在这些妈妈身上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们并不是 像 不会 好像帮小孩安排好所有的东西 他们都是 做到我说的等待 就是 他们的教育理念都是那种 小孩子 开口说 他要学中文的时候 我都准备好了 就是他 小朋友需要什么时候 他只要开口 妈妈都会说 嗯 那我们一起来学什么 那如果你想要这个 我可以陪你 就是妈妈都是一个 很陪伴的角色 所以就像前面 Eddie说的 就是他会很有安全感 就是妈妈陪我 一起学 然后也等待到 他真的想要学的时候 他们一起开始 那个效率会比 妈妈帮他 全部都规划好的 效率会来得更高 因为当他有动机的时候 小朋友的学习 是会突飞猛进的 就是到家长 有点抓不住他的程度 就是他真的培养出 他对中文的兴趣跟爱好的时候 他就会进步的很快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陪伴 然后等待 等待他开口 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在 而不是帮他规划 比如说 我想要帮他规划 这个暑假可以学完 可能 什么 五百字学华语之类的 就是他一本书这样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然后其实家长也不需要 帮他们规划成 这么 这么 这么严谨 那我想要分享一个 我的故事 就是想要来 安慰一下 就是如果你现在 很焦虑的妈妈 就是我自己呢 因为我是在印尼 结婚的嘛 所以 我的婚故 她是台湾人 嫁到巴厘岛的台湾妈妈 然后呢 她的两个小孩 都在印尼出生 然后读印尼的 一般的学校 也不是贵族学校 然后她的身边的朋友呢 台湾的朋友啊 我都说她的台湾朋友 是坏朋友 因为她的朋友 就会跟她说 你小朋友几点放学 然后她就 我的婚故就说 他们12点就放学 然后她朋友问她说 12点放学以后在干嘛 然后她就说 12点放学就跟我一起啊 有时候去海边啊 有时候去看看饭店 什么之类的 然后她朋友就说 你怎么这样啊 像我们家小孩啊 我都是幼儿园玩啊 或小学玩 我都是给她补英文啊 我帮她补钢琴啊 还有芭蕾舞 就是她的朋友 一直跟她说 你一定要给小孩补习 然后你一定要给她补中文 你一定要帮她补中文 不然她以后中文不好什么的 像你是台湾妈妈 怎么她中文不好 她就开始很焦虑 然后她就觉得 是不是我给我小孩的补够 如果有妈妈有同感的 可以给我一个回答吗 给我一个一之类的 因为这个妈妈就是 她跟我说 她就是她觉得非常的焦虑 她曾经觉得是 自己是一个不好的妈妈 我觉得这妈这种话 对坏朋友很多 就这种话从妈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刺激一个妈妈的心 她已经在海外 我觉得在海外的妈妈很辛苦 然后她的坏朋友还这样说 她就觉得 就是不 她做的不够 我觉得也让她很受伤 可是她不敢讲 可是她一直遇到一件事情以后 她就完全改变了 她会自认自己是好朋友啊 提供诚心 而且非常好的建议跟方法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那是别人家的事啊 就是你不知道人家在海外的辛苦 这样的资源 我觉得其实 我也可以理解 他们真的是不了解 因为即便我们自己的父母 我们住在国外 我们父母也真的很搞不清楚 然后他们会给一些 超伴教 不要教 对对对 会觉得好的建议 然后我觉得 就是压力会很大 就后来她就发生 那个朋友 就是一直 跟她说 你一定要帮小孩补习的朋友 他们就是一家人 就是先生啊 太太 然后小孩 他们都就是补很多习的小孩 都一起到台湾 到巴黎岛来玩 然后她有一天 就是也要去接她自己 在印尼的小孩 就是下课 她就开车去载他们 然后也顺便接朋友 结果 车上她也接了 另外一个小孩的同学 就女儿的同学 然后他们两个一上车 就开始用印尼话 就是对话 然后重点是 有其他 比如说妈妈是澳洲人的 那个小孩 然后那个她女儿 也可以马上跟那个澳洲 澳洲的小妹妹 小弟弟说英文 然后重点是 她跟那个 从台湾来的小孩 她也可以说 她也可以说中文 然后那个妈妈就是 台湾去旅游的那个家庭 就傻眼了 因为她不是一直叫 那个我的婚顾 要帮小孩补习吗 她就一直觉得 她学习的不够 可是她小孩在车上 就是直接打那个 直接打 一直叫她那个 就是直接打脸人家 就是其实她 即使她12点就放学 但是她其实 并不是学习落后人家 她其实她语言能力 也掌握得很好 虽然没有 像台湾的英文 可能有比较有读写的部分 可是她是在生活中学习 所以我觉得 这个故事 就是让很启发我 就是其实 补习啊 或是学很多东西 都是要小孩 有兴趣跟有环境 这件事在给会比较好 我觉得那些课程 是让妈妈 觉得自己 是好妈妈 自己为孩子做了很多 是让自己不焦虑的 而不是不一定 不一定 真的是帮到孩子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例子也是 我觉得 我后来觉得 这个台湾妈妈很棒 因为她后来就有信心 她就开始想到 她其实原本就是设定 我小孩会听说就好 中文 因为她是亲自带小孩 她是 即使她工作很忙 她两个女儿 都自己带大 没有请保姆什么的 所以 带着她们说中文啊 在家里做家事 做菜都是讲中文 所以我觉得海外的妈妈 要有信心 就是你自己带孩子的时候 其实我在他们身上看到 就是 其实那个中文 输入的量是非常够的 所以就是其他的妈妈补很多喜啊 可能也没有一个有品质的陪伴来的好 然后再来是 小孩不缺批评跟嫌弃 小孩缺的是鼓励跟肯定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呢 大家都会有很多旁边的人来说 你的小孩 哦 无息不够啊 你的小孩中文怎么回来 不会看字啊 尤其是 可能有爷爷奶奶吧 我听过很多海外妈妈都是 回去的时候 爷爷奶奶会说 啊怎么不会 怎么不会读啊 不会写啊 就是 所以我觉得 已经这么多嫌弃跟批评了 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是 努力跟肯定 就是去看到他有什么 像我的婚故 他现在就是觉得 我的孩子已经很棒了 我孩子会说 然后也很 说得很流利 他跟 他也不害怕跟别人沟通 然后他又可以自己切换语言 他已经觉得 就是 他心中已经足够了 所以他每天都会给小朋友肯定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棒 再来第二个故事呢 等一下 我们先 一个 注意一下我们 过来人潮 就是非常重要 讲到陪伴 我们过来人潮 我觉得如果我要下一个读解 我觉得就是 有品质的陪伴 不管是在日本的陈老师 或者是在罗马尼亚的徐老师 他们两位 就是做到有品质的陪伴 然后给孩子时间 然后 他们没有补习 就是陪伴 然后给他们有创造环境 对 所以关于这一点 关于陪伴 还有呢 屏蔽 或是不要去理会那些太多的 那个 友善的 疑心 疑心跟建议 这一方面呢 各位我强烈推荐大家会看一下 过来人潮 对 虽然他们是 就是两 先生跟太太 就是爸爸妈妈两位都是台湾人 都是讲中文的环境 但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专注一下 就是在 引导陪伴 这一个部分 然后刚才 然后刚才 Elly就 就强烈的回应了你的 你说的就是最重要的是陪伴 然后 还有就是 要 不要 不要乘胜 追击 不要乘胜 追击 对 然后他用了一个例子 说 去鬼屋 如果有人陪伴 比较不怕呀 但是如果那个人一直推你 就更想要逃走 对 好 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就是 我身边有一些台湾妈妈 他们是跟着先生 就是外派到印尼来工作的 那可能小孩刚好就是 幼儿园和小学都在印尼读 所以他们 即使爸爸妈妈都是说中文 可是在学校比较 没有这种中文的环境 所以他们常常就是 回台湾的时候 然后家长就会 他们的长辈就会说 小孩子怎么不会赌啊 然后他有发生过一件事 就是他跟我分享说 他有 去书局 他曾经有想要去书局 把所有的 小二小三的教材 搬回来 就是他想要去把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教材 是怎么样 他是说他想要去把 所有跟表弟表姐 一样表姐表弟有的 所有的课本都买回来 然后可是他就是突然的 清醒了 因为他就很焦虑 他就跟我聊天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真的 你真的觉得有需要吗 然后他就说 可是阿公阿嬷说 他不会读啊 那如果小孩以后 要回台湾啊 怎么办之类的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他读 跟说有问题吗 就是 比如说他真的完全在家 不会讲中文 都讲英文跟印尼话吗 他说不会啊 都跟我们讲中文 然后我就说 那你们目前有要回台湾 或怎么样吗 他就说也没有 我说那为什么 你要给小孩 这么大的压力 然后他就突然的觉得 我说你的小孩 已经很棒啊 因为我还蛮认识他的小孩 我说你的小孩很棒啊 因为他们的英文 跟印尼文都很 都很 已经很强了 所以他 他就发现 他要去欣赏 他的小孩子 已经有什么能力 因为妈妈他本身只会中文 英文也没有 英文会一些 然后印尼话也不好 可是他这个妈妈 后来欣赏孩子 我觉得他做了 很棒的一件事 就是他在家里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在印尼 买了什么东西 他都会来跟他说 那个 那个什么 比如说那个 妮妮你来帮妈妈看一下 上面的那个印尼文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就会去欣赏 小孩说 你可不可以跟妈妈 你可不可以帮妈妈 就是看什么 然后这小孩就很有成就感 就说妈妈这个就是 印尼文的什么什么 然后小孩就用中文 跟他讲 所以他后来就发现 哇其实我自己的 程度也没有到达那边 可是我的小孩 却做得比我好这么多 因为小孩 其实已经会三个语言 所以他后来就觉得 即使长辈要讲什么 他都不会再想说 我要去书局 把所有的教材都搬回来 这个刚好也回应一下 因为讲到读写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要先想清楚 写是写什么 因为中文的写 还分两个等层次 一个是写汉字 一个是写 真的是写文章 写故事 那所以今天 Elly最前面 他有讲到了 有没有创造力 然后那些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这一些的 因为你没有那些 你会写5000个中文字 他都写不出一篇文章 他脑子里面没东西 所以我觉得真的 今天Elly跟Joy所提的这些 还有包括上一场 还有包括过来人场 我觉得大家可以 真的是还蛮很好的呼应 对 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 你看马上就讲到 创造力 所以当孩子没有 没有的话 你会那些汉字干嘛呢 真的 打字语音输入 我真的 各位不用等十年 我觉得三年以后 大家现在真的 连打字都 可能都不用了 所以 与其在 在纠结 那个笔画笔顺 他能不能写汉字 我觉得真的 孩子的创造力 他能书写 他能想象 他能表达的能力 才是我们更需要重视的 所以他能够好好的表达 把他的口语跟书面的表达 他 汉字这个工具 他有很多方法 媒介去把汉字变出来 变成一个writing 他不需要用铅笔原子笔 一格一格像以前这样去爬出来 所以 所以在回到刚才 那个老师问说 小孩子 我不知道四岁 为什么要让他写50个笔笔号 我也不懂得 为什么在 刚才老师在讲说 也是幼稚园大班 要让他去写汉字的时候 他写错要擦掉 这就是在扼杀他们的 对中文的兴趣而已啊 然后对汉字这么美的东西 失去了欣赏 因为他看到汉字 他就抗拒了 他就不会去欣赏汉字这么美 而且看 说起来他应该算是 世界上唯一的文字 有这么一个说法 因为其他他都是拼音的一个 其他他们不是文字 就是一个拼音的笔号而已 所以我觉得 就又刚才又回到 刚才Joey在讲的 你要想清楚你的目标 跟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妈妈设定了 是这个目标 家长设定了 我是这个目标 那你的做法是什么 所以 等想清楚了 那我觉得上一场 过来人场 那个罗马尼亚的 徐老师他们家 他们就是在那边 出生长大 他们就是 他们整个一辈子 就是在那里了 所以他们觉得 保有了 孩子能保有 他们能听说 跟他们能很好的沟通 所以他们没有特别去 培养孩子 可以书写 读写的能力嘛 可是您看他们家的 Annie 来跟我们 社团的所有老师 这么有自信 很开心 你看他们一家人 都是那么开心 妈妈跟孩子 都带着 他们全家都来 上过我们的伪论坛 这么支持我们 就是我们 Cue一下那个Team OK Cue一下 那个徐老师 Purity跟Annie 真的 我觉得 这 这不是很感人吗 就是孩子愿意 跟着妈妈 一起来 跟全世界分享说 他小时候怎么学中文 什么学英文 然后 还有那个 陈老师家 他的孩子 在日本 他们初中 毕业的 那个 一整篇 他就是用中文 全场只有 他妈妈听得懂的语言 谢谢妈妈 谢谢 妈妈 我自己讲的 我都起肌皮疙瘩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 真的刚才那一页 那个焦虑的那一页 对 你想的那一些跟 你要的是什么 对 好 就我一直打断你 但是因为真的 最近这些场 我觉得大家串起来 每一场 虽然我们每次都好长 我们预期 那个90分钟 可是都到了两个小时 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值得 您可以不用打开萤幕 就当那个podcast 然后 可以倍速听一下 因为我们都放在YouTube上面 可以倍速听一下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值得 如果您现在是在海外的妈妈 特别我觉得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分享 或许我希望是 我们做这个的目的 是很希望可以降低您的脚步力的 对 来 那我继续来分享 来安定一下妈妈的心 因为其实我在台湾交友 教育园的时候 大家都很强调小孩子的软实力 就是像刚前面 Hattie说的 因为其实这个现在的时代 已经变得非常快速了 所以语言能力 或怎么样以后的发展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以后的小孩真的需要什么 因为即使是我这个年纪 我的十年 我的二十年 其实都已经变化的 我自己都很惊讶的状态 就是已经快到一个 其实我也追不上的感觉 所以其实不用太焦虑说 我应该要给小孩 怎么样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软实力 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在幼儿园 其实在培养小朋友的 就是他们的自学能力 小学也是自学能力 跟创造力 因为那个是机器人 没有办法取代的 我们现在能掌握就是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工作 或是会有很多技能 会被机器人取代 那机器人没有办法取代 其实就是创造力 那如果我们一直给小孩填压了很多东西 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发展出 自学能力跟创造力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小孩要有空档 就像前面那个Elly说的 他其实有空档 小朋友才会去思考说 这个地方我要回答什么 这里我要做什么决定 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事 他的脑袋才有办法运作 可是当我们给小朋友填压太多 帮他安排太多的时候 他就失去这个空档跟想象力 我觉得像我就是 我觉得爸爸妈妈像前面写字那种 我觉得有些妈妈会觉得 要给小孩写字写50遍 才是有用的 那是来自于我们从小的经验 你觉得我小时候是这样学的 所以这个学习是有效的 但是也许有其他办法 就是你没有办法对自己有信心 你没有办法对自己有信心 你知道他其实多读绘本 他也可以认识很多字 他不一定要写50遍 他才认识那个字 有一个有趣的动画 或一个有趣的故事 像是那个前面汪汪狗 就是穿级吗 穿流那种很难的词 其实小孩子 小孩子他有很多种方法学习 不是只有去抄写这种才能学习 可是我们往往会被我们 自己的旧有的经验 所以我说这都是关于妈妈自己 就是我们都说 我们不要像我们爸爸妈妈一样 可是常常我们会做出 跟我们爸爸妈妈一样的事情 这个真的很重要 就是给孩子 我回应一下刚才说 比如说四岁 会是很多海外爸爸妈妈 会想要把整套的教材 跟包括自休息 做全部带回去 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经验 可以参考 所以那个是爸爸妈妈 最能安心的方法 然后写50次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注音符号在他未来 他的取代性 实在高到一个不行的阶段 他在我们人生中所能存在的时间 真的太短了 所以 对他真的是 所以包括讲这边 创造立志学力给空档 我觉得是重要 你要让孩子有无聊的时间 大家在我的首页上看一下 我刚好昨天前天放了一个 一个影片就是 大陆他们在可能疫情期间的家里 做了一些包括有大人小孩 就是做一些很无聊 就感觉很无意义的事情 可是我看到的不是无聊 不是无意义 我看到的是创造力 想象力 所以我之前也是看到 人家在Facebook上分享 就是真的要让孩子无聊 你让他无聊 他才会自己去想事情做 他去想事情做 找乐子的时候 他就会有创造力 会有想象力 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多现成的玩具 就是已经组装好 然后他的玩法 大概就一种或两种的玩具 那他可能玩两下 他就不玩了 所以为什么男孩子 会那么喜欢奥特曼 其实你看他的奥特曼世界 我天哪 他多宏伟 Oh my God 让那男孩子拿着奥特曼 可以 我觉得 不都一样吗 我说没有 虽然奥特曼 他那叫什么怪兽机器人 我不知道奥特曼是什么 他反正 他虽然 他那个玩偶 虽然也是 就那个玩偶 他没有 没有别的玩法 可是很神奇 奥特曼 他那个世界太宏伟了 然后他里面 所以可以去让孩子去弄的 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你要让孩子 给孩子的东西 他是有想象空间的 让他可以有事情做 他可以自己去发挥的 所以让孩子有空档 让他有时候能无聊一下 也很重要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会很担心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 像我之前有在群主 跟几位老师分享 我说 我现在很回头感 很感谢我们家里 没有这么有钱 因为我就是从小 没有什么玩具的 像我自己也蛮引以为傲 就是现在大家都会说 Joy你还蛮有创造力 你会想出很多东西 我就说那就是因为 我妈妈什么玩具都没有给我 我妈妈没有给我玩具 可是我们家离图书馆非常近 所以我会去看 免费的书嘛 就去看免费的书 然后免费的书里面 有很多情节 然后我就会开始想象一堆 有的可能啊 有的不可能啊 连鬼故事 我都可以再把它延伸成那种 会把自己吓死的那种 就是我觉得那是因为 我妈给我很多空档 然后我也没有补习过 我觉得很多老师应该也是这样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 你自己没有补习 也没有坏成什么样子 所以你不要担心 你的小孩没有补习 或没有学好中文 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 反而是他的自学能力 我觉得以后都可以 他真的对中文有兴趣 都还可以补回来 好 最后一个故事就是 我自己的同事 也是嫁到印尼的台湾妈妈 他呢 就是完全没有给小孩任何课程 然后他们家遵循的就是 老公说英文 然后他说中文 然后就这样 然后他们给小孩 非常非常多的空档 然后呢 这个小孩现在是我们幼儿园 最有创造力 然后各科都表现非常好 即使现在幼儿园上线上的课 线上中文课 线上英文课全部都是线上的 那个小孩是全员 应该是我看过全员里面 就是其中三四个小孩的 其中一个 永远他打开视讯镜头 他都是非常热情 觉得我要学习了 老师今天要学什么 他是唯一一个小孩 对于线上教学完全没有疲惫感的 是因为他妈妈给他空档 就是可能他在家已经无聊 所以他一打开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享受 老师讲的任何故事 然后每次都是笑咪咪 连他不认识的老师 其他年级的老师 他看到都是 老师我们今天要学什么 他就是非常开心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好期待感 对他已经 他就是觉得很期待 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回答 都是非常有创意 然后非常好 然后他也会自己去找书看 去找妈妈我想要学什么 为什么这个机器人会这样 他会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很多的想象力 然后有时候他会讲一些 我听不太懂的故事 但是我都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给空档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谢谢 我一直看到时间在跑 我是很紧张 那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到时候会写成 就会写出来 都哪一段到哪一段 所以到时候三位老师 你们给自己的那个 可以下一个标题 然后我到时候 重新弄影片的时候 我就写一下哪一段到哪一段 是谁 然后主讲的大概 大概是什么这样子 对今天 如果大家还意犹未经 那我们可以有PS场 好的好的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 时间 班外长 班外 班外是那个 对 好 所以如果有 还有要讲 或是还有没问 问到问题的 我看一下 好像目前 都 好像都回答到了吧 应该都回答到了 周老师 说陪伴也很重要 对啊 对对对 就是 我希望是 能达到 是降低大家焦虑的 然后之后我们会放上YouTube 然后老师们可以在我的首页上 去分享到 到其他 大家如果觉得好的话 我自己 好吧 我是老肖卖瓜好吗 我觉得我 我自己请到了老师 还有讲的内容 那都是底瓜瓜的 OK 然后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老师 我们后面啊 我再宣传一下好了 我们后面 还会有教材 教材的分享介绍 然后有德国厂 俄罗斯厂 文化厂的话 目前已经安排是德国厂 俄罗斯厂 然后 汉字厂已经确定 但是时间还没排 还有会有 那个 对 还有很多场次 所以总之 anyway 请大家就关注一下 我们社团里面发布了 然后 等一下呢 我会 把那个 参与留言的老师 然后 就是我觉得今天老师的 那个参与分享度都很高 然后我会私讯 那会把我收藏的一些小图卡 分享给大家 然后 你有留言 就是 对 有 那个 特别留言 互动多的 几位老师 然后其他的我们就 抽奖来 来 那个 好 今天再次谢谢大家 陪我们这么长的时间 两个小时 二十分钟 对 那个 我们讲座的老师 我也可以多分享给你们 不用担心 好吗 你不用抽了啦 你不要赞名额了 好 OK 拜拜 拜拜 今天 对对对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